看到是年月日周期 但实际上里面 它就是一个资料 就是一个整数 就跟190年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计算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非常简单 就两个相减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我今天要 把这边改2020 2020假设 我刚好查一下 2020好像7月的 24号是那个开幕的那一天 东京奥运 今年明年办在东京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算相差 倒数几天的话 其实呢 只要怎么样 等于什么呢 等于未来的日期 减掉呢 今天的日期 减完之后呢 打个勾 其实答案就是正确的 非常简单 OK 你不要迟疑 只是说有可能你减完之后 因为它格式会减过来 假设你遇到什么 它减完之后呢 它可能它的格式是什么 有点像涨这样的 190 你就这样 日期减 日期减完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通用格式 就OK了 OK 应该可以懂个意思吧 不要迟疑 真的就只有这样而已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数字吧 只是说 日期就是这样减 那个时间的话 其实大概也是一样 也是可以这样减 只是说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再看 那只是说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日期很好减 但是月有大小月 还有那个润月跟非润月 所以可能有28 29 30 31 这么多 那你不能说你全部都用30天来算吗 不可能 那年的话 365 是不是都365 还有润年的问题 非润年366 多一天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我们其实可以交给一个函数 叫Dedif 就可以解决了 OK 所以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看 另外顺便提一下 这个问题本来我也没有特别讲 不过 刚好就有同学会问到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日期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 把它的年108放这边 06放这边 17 周期放这边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其实最麻烦也在这里 所以我就把那个日期里面最难处理的部分 跟各位做说明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拆开来 分别处理的话 那其实几个部分 我有用两个方法 其实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如果你要取得某个日期没有年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义尔 这里面有义尔 义尔的话你就选择他 他会给你 有没有 他这个日期里面的年的部分 那当然格式不正确 你可以按右键出现格式 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的 他回来就OK 那如果你要民国年的话 比较麻烦 你要减多少 1911 OK 然后他减七 然后他有时候都会又跳 那个日期 所以没关系 就再把它改回来 108 OK 没错吧 那月的话 当然顾名思义 你可以什么 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month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从某个日期里面 分别抓取你要的年月日的话 你一定就要借由什么 借由 一尔 month 这边 day OK 所以你就分别处day 那那个星期起的话 你可以用weekday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weekday weekday在这里 有没有 但weekday里面的话 他会问你serial number 就是你的日期在哪里 那return type 你可以空下来 那空下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二 不过如果我们要周期的话 那为什么是二 其实特别注意 你的思考模式 你就要美国人 对于那个 一个礼拜的第几天 它这是第几天 一个礼拜 它第二天 那为什么是周一 为什么第二天 对 所以你就要用美国 你不能说 这礼拜二不对 是礼拜一 OK 所以 那个思考模式 你就转一下 weekday 为什么二是礼拜一呢 因为美国人 他们礼拜天是第一天 那但如果你要 你要把它变成周几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那你可以怎么 再利用那个日期里面 它也有周期 你就把它再格式化一下 它就变周期了 OK 所以特别是第一步先处理资料 第二步再处理格式 那就OK了 只是说这边还有零几 不过你会发现零六 它抓过 它不会有零 因为month stay 这些都是算数字 所以它会把零去掉 所以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用那个year month stay 跟weekday 分别把资料给分割了 但是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老师可是我 我不要用什么 我不要用 我可不可以用那个 我们之前讲过的文字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把它干脆 当成是一个文字 然后呢 我直接用切割的 这个好像我们第一堂上课讲到 你可以用test函数 但是呢 当然你要切割的话 你想说老师 我从前面三个字切割的话 那我当然第一个想到说 我可以用laps 所以把它当文字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laps laps是前左边算过来 假设我今天是这个好了 三个字 那理论上应该是108 可是你如果翻过来的话 436 因为其实它里面是一个数字 只是表面上看到的是那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108的话 还记得怎么做吧 其实有标准文化做法 一 要用test 先把它转成文字 二再用laps去切割才会成功 所以我们 一 标准文化步骤 那可是我要用test之前 请你先把里面的格式先抓出来 它的格式就这一串 所以你就在制定里面 把这一串先复制 贴到那个test里面的那个formattest 就可以了 我最后一次也会看 这因为之前有做过 一复制 二的话呢 就是直接在这边插入一个文字类的test 所以找到test ok 然后呢 把value就是找这个 formattest请你先双引号 因为它只要是test 一定记得要有两个双引号 贴上刚刚的公式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原来的数字变成一串文字了 那你这个时候再去切割 它才会成功 所以你贴过来之后 你看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了 它是文字了 表示你这个切割就不会失败了 所以按确定 所以但我是建议你 如果记不下你标准化步骤 一 先把格式制定的复制 二 贴到formattest上面 三呢 再针对这一串 去做切割 你可以把它先剪下来 然后插入到 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插入到我们这个labs 然后把test贴过来 然后三个字 108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一样 我们再插入那个mid 比如说我要怎么 06的话 那一样我们用mid mid的话这边attest贴上 就刚刚这一串 那star number的话 12345 第五个字 要两个字 有没有06 ok 而且这个跟上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是真的就切割文字 所以回来的一定是文字 那这个的话 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最简单是这个 复制它 因为它位置不一样 所以用mid贴过来就好了 那把这个第五个字 改成 第八个字 对啊打个勾 有没有17 8 9 10 11 11再两个字 11再两个字 那就周期了 有没有 就ok了 所以两个方法 这个里面的重点 方法一就是用 year month day跟week day 方法二的话就用test 那至于哪一种方法比较ok 我觉得 就是看你自己 自己工作上遇到哪一种 其实反正做得出来 当然相对是 相对是ok的 如果你一个都做不出来 那当然你 两个其实 苏牛分析表都可以吃 只是说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丢给苏牛分析表的话 这个字文字 这个是数字 ok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文字数字 就是那个格式不同的话 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请各位 试试看 我刚刚两个 一 就是倒数计时 ok 这个很简单 二的话 请你在旁边 增加 这个字一打一下 年月日周 然后用刚刚讲的这几个函数 一下讲好几个 year month day week day 再一个test 配合labs跟mid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本来在share工作里面就是这样 你就应该要很纯熟的 利用他已经提供给你的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报表给做出来 那像这些方法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 要做报表之前 报表需要某一个日期 可能你只要统计的报表是 某一天或某一周 或某一月 某一年 甚至某一季 但问题那个栏位 不存在 你只有一个日期 所以你就要知道 你要先把那个日期 先分割出你要的那个 那一栏 你才有办法做出那种分析表 否则的话呢 你要做报表就会失败 那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 难怪 报表会做 花很多的 时间 就为了要产生一个那个你需要日期的栏位 那 相对的就让位时间 所以 刚刚我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切割我们要的日期里面的年月日跟周 那至于这两个方法 哪一个方法比较适合 恐怕你还是要针对你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那你去 弹性的去使用它 不过当然用 我是去用Texter是相对的是最最简便的 反正你就先把它转成文字 眼睛看得到你就切割 其实OK了 那如果说你要再把它转换成 数字的话你用Value再转一下就好了 其实问题也也蛮好解决的 前面有讲过用Value再转 转换一下 OK 试一下 那我们待会再看那个就是Dative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 这些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 因为蛮多同学常常问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 怎么你不知道可以用刚刚讲的方法 难怪你的事情就没办法解决 因为你没那个观念 我发现很多人没有那个 用Texter去转换成文字的观念 那当然很多资料很多栏位你就没有 那没有的话你就没办法做报表了 你就要自己在土法链刚弄话 那是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方法真的 我觉得还蛮 可以工作上找一些相关的东西 试着去处理看看 更加回复